前三段作者谈到了 我们地外生命一定存在 而且一定有高级生命 而且有可能他们来过 留下了信使 然后收到电视机信号之后 发回了他的母性 那么这么一看 跟地外文明的交流 似乎是很简单的事 第四段说不简单 它有巨大的一个障碍 咱们看第四段的第一句话 看屏幕 他说 但是在这儿 我们面临着这么一个 所有障碍中最大的一个障碍 这个come up with 表示面临着一个问题 一个困难 咱们一会儿会说 这是个其余 这个the most difficult of all obstacles 相当于the most difficult obstacle of all 这个变化 咱们说过 一会儿会复习 什么障碍呢 这个to do 这个to something 这是借词to to contact with people on other planets 整个带下号线的部分 是做前面这个obstacle的后制定 obstacle to something 通往什么什么的障碍 就是什么障碍呢 就是跟其他行星上的人 去交流沟通这个障碍 这个contact 在这里是名词 因为to是借词嘛 对 是名词 这个名词 后制定语是with with people on other planets 又是后制定语 修饰这个contact 就是与其他行星上的人 去交流 因为这个contact 如果当动词来用的话 它是极无动词 在这就错了 而本分钟是名词 这个对 叫with 那么这个障碍是什么呢 破诊后我们解释 就是分隔我们的天文数字的距离 the astronomical distances 后面加定语从句 with separatists 定语从句修饰这个距离 整个黄严四伏的后面 其实就是做前面那个 the most difficult of all obstacles 它的同位语 这个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呢 就是分隔我们和外星人的 天文数字的距离 太远了 恐怕想去都去不了 这么一个障碍 里面小细节 咱们来钻研一下 首先第一个 看这个come up with 什么意思呢 if you come up with I'm sorry come up against if you come up against a problem or difficulty you are faced with it and have to deal with it 如果说你come up with 一个问题或者困难 什么意思呢 你面对它并且要去应付处理它 就面临某个问题困难 我们要去解决 这个叫come up against 这个答案 我们这个看一些例子 we may find we come up against quite a lot of opposition from local people 我们可能会发现 我们面临着 这个来自于当地人的 相当相当多的这个反对 面临着这么一个问题 我们要去处理 要去解决 再来说 we came up against is a great deal of resistance in dealing with the case 我们在处理 这个案件的过程中 面临着或者遭遇着 什么 很多的抵制或抵触 非常难以推进工作 面临着 come up against 本文中是面临着什么呢 这个所有障碍中 最困难的这么一个障碍 这个结构 类似结构 在31课咱们讲过 也 这个今天是复习 咱们先复习31课 咱们看一看这个变化 就是183页 第一行最后到第三号 183页课文 第一行最后到第三号 31课 That is perhaps why sculpture has been described as the most difficult of all arts 你看跟本文中这个 the most difficult of all obstacles 从结构是完全一样的 所有艺术中最难的一种艺术 本文中呢 所有的障碍中最难的一个障碍 前面就不用再说那个art 不用再说obstacle了 再说就 它很啰嗦了 但可以有一个变化 the most difficult of all arts 我当时说过可以变成 the most difficult art of all 意思是一样的 这两个变化都行 只不过呢 all后面用复书就好了 如果是可数名词的话 前面呢 用单数 那本文中这个 the most difficult of all obstacles 同样可以变成 the most difficult obstacle of all 这个变化是有依据的 咱们在以前出现过这个变化 我们在复习复习四册21课 类似这个情况 四册21课出现过的句子 这个片段 the greatest of all western stars 西部片明星中最伟大的一个 按照刚才那个逻辑 可以变成 the greatest western star of all 只不过all后面用复书 这前面用单数就好了 这是有依据的 咱们看出处 三册32课原文 出现这么一个搭配 咱们复习 31课当时讲过 the most valuable find of all 所有发现中最有价值的发现 这是课文原文 这是刚才我们变化后的情况 同样的按照四册情况 可以变成 the most valuable of all finds 这个回来了 又一样了 再比如说在三册的48课出现 原文中出现了 the most frightening thing of all 所有事情中最可怕的一个 按照刚才那个结构 可以变成 the most frightening of all things 对吧 非常简单 还有我们四册13课出现过的 the deepest holes of all 所有的洞中最深的洞 按照刚才这个逻辑可以变成 the deepest of all holes 只不过前面也都用复书 因为它是最深的洞 有很多很多嘛 正用复书 它不是唯一性的 就好了 但是这个结构 放前放后 这个变化是可以的 但不要前后都说 你不能说 the most valuable of all finds 这是不允许的 这个太啰嗦了 好 我们说最困难的障碍是什么 这个 to contact with people 这明显是来自于 obstacle的固定的后置 这个定语 是obstacle 注意 to something 这是什么什么的障碍 这个to注意是借词 不是动词不定词 所以后面的context是名词 咱们看例子 obstacles to world peace 世界和平的障碍 就通往这儿的障碍 obstacle本来可以 比如路障的意思 通往那个道路 加to 对吧 再不说 this decision has removed the last obstacle to the hostage's release 这项决定或决议 那么清除了 这个 这个人质释放的最后一个障碍 这个to注意是借词 后面跟release是名词 名词结构 那么说明本文中这个contact 这是一个名词 contact做名词 做动词都写 都读成contact 做名词 后置证语加with 做动词是其误的 所以本文中如果是动词就错了 因为它后面直接加冰语 咱们看一些例子 the children lost contact with their families 这些孩子们失去了 与家人的联络 联系 这个contact是名词做 lose就是 lost的冰语 所以后面加with是对的 但注意这句话 please do not hesitate to contact me if you have any queries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 不要犹豫 直接跟我联系 contact me 不要说 contact with me hesitate to do something 犹豫去做模式 这contact是动词了 所以注意 这小的细节 英语中确实太容易错了 在这个地方用的是对的 obstacle to 决定contact名词 名词后面加with 接词就好了 就是分割我们的天文学的距离 那么我们看看 大概有多远 很容易想到多远 下面介绍 咱们看第四段第二句 看屏幕 他说 as a reasonable guess they might on an average be 100 light years away a light year is the distance which light travels at 186,000 miles per second in one year namely 6 million million miles 这其实是两句话 并在一块 整个第二句 和第三句并在一块 咱们来看 它密切相关 上来 这是一个介绍端语作状语 作为一个合理的猜测 介绍端语作状语 怎么样 他们可能 on average 插入于 就平均来说 平均来说 这个有没有中间 那个n都行 on average 没有n 更常见 加上n 也完全正确 一样 平均来说 有多远 大概有一百光年这么远 因为距离太远了 我们用一个超级大的单位 才让数字看起来 不那么掩韵 一百光年 光年有多远 光年不是时间 是距离 后面他做了个注释 就括号里说 一光年是这么一个距离 什么距离 位置引到定义从距 也就是到距末 就是光 大概一秒钟 走以18万6千英里的速度 那么走上一年 所经过的距离 就是一秒钟 就是18万6千英里 用这个速度 走上一年 它经过距离 namely 就翻译成 也就是数 也就是说 它后面也是引着同位语了 跟那个or类似 它引着同位语 大概是 六百万个百万英里 这么多 六百万个百万 就是六万亿英里 这么多 这个里面学小的细节 as a reasonable guess 所以一个合金合理计 这个day 为什么复数 就是上一句话中 那个distances 就是astronomical distances 不是 那个距离 不用复数 就是这个距离 大概平均是这么远 平均 我们得看一看 on average 或者on an average 有没有的n都行 都是表示平均 咱们看一些简单例子 on average men still earn more than women 平均来说 男人挣的钱 比女人要多 翻过来 on an average women live between five and seven years longer than men 但平均来说 女人 寿命比男人长 那么五年到七年左右 这都是平均 所以当女孩子更幸福 为什么 活得长 还有男人 给他们去挣钱 你看这个好吃 有没有an 一样 都是平均 本分中加an 也不加 也行 随地变 一样 好 最后再看看namely 这个结构 咱们可以学习用 翻译成 g 或者也就是说 namely 相当于 that is to say g 就是什么 也就是说 什么 我们看例子 only one boy was absent namely Harry 只有一个男孩没来 也就是Harry了 他没来 他引出前面那one boy的同位语 就Harry 哈利没来 再比如说 we need to concentrate on our target audience namely women aged between 20 and 30 我们需要全身关注于 我们的目标听众 目标听众 也就是20到30岁之间 的女性 namely 叫G 也就是说 他们整个的一大堆座前面的target audience的同位语 演出同位语 好 那么后面进幕说 咱们看这个第四句了 应该是 第四段第四句 radio waves also travel at the speed of light and assuming such an automatic messenger picked up our first broadcast of the 1920s the message to its home planet is barely halfway there 他说你看 就是这个 电波 包括广播电波 电波这个东西 它也是以光速在运行的 就是电磁波这个东西 跟光的速度一样 就是每秒钟 这个三十万公里 或是十八万六千公里 这么一个 并且我们 假定 assuming 可以看到一个廉次来用 就引导一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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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壮与从具 就假设 假定 假定这样一个电子的信使 它接收到了 我们在1920年代 首次广播节目 在20年代上市有广播电视台了 这个时候 pick up在这不是捡起来 是接收信号 咱们在三册讲过这个知识 咱们一会儿会看理据 假定这样 是怎么样 安安的不引出并列区吗 后面这个并列区的数据 这个信息 那么传回它的这个母星 大概恐怕 也是刚刚啊 勉强走了一半左右 barely 就好像几乎不了 就几乎都不到一半 就勉强到一半左右 还没有传到那种母星 所以它不知道 我们地球 这个已经有了文明了 因为尽管电波 传的速度跟光速一样 但距离太远了 好 这里面我们重点看一看 这个assuming这个词 assuming在这注意 不是非非动词了 直接把它当连词来用 翻译成假定或者假如 当连词来用 它后面有没有that都行 跟that放在一块 就复合连词 没有that 单独做连词都行 假定或假如 这个在三册的36号咱们讲过 看一些例句 assuming that the house is for sale would you buy it 假定的房子卖的话 你买不买 假定假如数 那不一定卖 假定假如数 这个在比如说三册的44个 三册44个 咱们看这句话 you can stretch your legs on a spacious decks decks play game swim meet interesting people and enjoy good food always assuming of course that the sea is calm 你可以在宽敞的甲板上 舒服 舒服 筋骨 走一走 玩游戏 游泳 结实 有趣的人 享受美食 当然总是假定 当然了 大海是平静的 那要起波浪的话 那是最难受的 假定 assuming that 这是假定 或假如数 但是这个assuming that 有第二个意思 究竟是哪个意思 只能通过上下文了 它也可以当连词来用 反正以为或者认为 还以为是这样的 我们看例子 assuming that the man was making a homosexual advance he stormed out of the house angrily 他以为男人大概对他发出同性恋的一种性的一种公式了 就是发出性的一种信号 跟我好吧 来 咱们两个人来搞鸡 对不对 所以他很生气 气愤的冲出了房间 开玩笑了 我是直男 直男 我不跟你做机友 这么一个事 storm 就像一只风一样 冲出了这个方向 还以为这个人是个同性恋 这个 再看三册三人六阔的句子 assuming that his family had been killed during an air raid he had settled down in the village fifteen miles away where he had remained ever since 还以为他的家人 在一次轰炸中 空气中死了 汉斯在五十英里之外的一个村庄 定居下来 从那一直就没有离开 还以为 这个认为 这是assuming that 但是三册老师讲过 另外一个连词 也是咱们写作所常见的 表示强烈的让步 就是even the assuming that 这是完全同意 even if 即使 就算 怎么怎么样 这是一个强烈让步 这是即使或就算 咱们也看一个例子 even the assuming that smokers do see the house warnings I doubt they will take any notice 即使或者就算让步了 这些抽烟的人 真的do是真的 放在c前面加强于其 真的看到这些健康的警示的话 我怀疑他们是否真正注意了 他们可能都不当事 我们是抽烟的和尚就 吸烟有害健康 什么有害健康 我就愿意抽 如果他注意的话 他就不抽了 即便真的他看到了 他恐怕也不当回事 我怀疑他们是不是真的注意了 这么一个事 好 这是assuming这个搭配 另外就是我们看后面 such an automatic messenger picked up our first broadcast 这个pick up 咱们这个意思特别多 pick something up 意思就是特别多 表示把某东西 什么捡起来 包括无意中学会了什么东西 都可以在三册头讲过 pick up 并且如果是人 还可以去某个地方 开车把他接回来 意思特别特别多 但是本位 一个一件电子设备怎么样 接收到信号 叫picked up 尤其是广播电视信号 咱们看些例子 the equipment picked up the signal from the satellite 这个设备接收到了 从卫星发来的信号 接收到了这个信号 再比如说 we were able to pick up the BBC world service 我们在这儿能接收到 这个BBC环球广播节目 接收到这个电台的信号 这是我们看到pick up 本文中的意思 就是我们假定 这样一个电子的信使 接收到了这1920年代的 首次的广播这个信号 然后这个消息传回母星 恐怕也勉强 刚到一半左右的这个路途 他们的主人还不知道 地球的文明已经觉醒了 好 下面这个看第五句话 同样的我们想到那儿 恐怕也不可能 看下面第五句 他说similarly 同样的 Our own present primitive chemical rockets Though good enough to orbit men have no chance of transporting us to the nearest other star four light years away let alone distances of tens or hundreds of light years similarly 复词作状也叫同样的 同样的 我们自己的 目前的这个非常原始落后的 primitive 未必是原始社会 就是落后的 很落后的 很粗糙简陋的 这种化学火箭 用化学燃料当动力的火箭 这边有个插入语 就是让步状语了 尽管它可以足够好 可以把人送进轨道 Orbit 作冰语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是绕着什么转 绕着什么的轨道转 第二个是把什么什么送入轨道 这个当然是第二个意思 把人送入轨道 咱们一个回说 他们也不可能 chance 是 possibility 可能性的意思 后面跟off搭配 他们不可能 没有这颗可能性 不可能把我们送到 哪怕是最近的一颗恒星 有多远呢 两个都好之间插入鱼 补充说明一下 四光年这么远 就更谈不到距离什么几十 甚至几百光年距离的恒星 最近的四光年都到不了 更远更到不了了 火箭可能到 人早就变成 连骨头背不住都没了 因为距离太远了 所以到那里访问他们 也目前来看不可能 let alone到剧末 是重要语表示更不用说这个了 咱们讲过 let alone放在否定句后 表示两个都没有 而且let alone后面加各种词性的词都行 前面什么 后面什么 前面是full line is away 表示距离 后面也是这么远的距离 这是讲过知识的复习 好 下面咱们具体看一些细节 第一个就是similarly 同样的 类似的 经常直接放在记手 走壮语 我们看些例子 the cost of food and clothing has come down in recent years similarly few prices have fallen quite considerably 但是食物和衣服的价格 在最近已经下降了 同样的 这个燃料 什么油啊 这个价格 也大幅度的下降 同样的 类似的 叫similarly 可以这么说 再看一个例子 high inflation usually leads to high interest rates similarly interest rates decline when inflation is low 他说 这个高的通胀 通常会导致高的利率 同样的 类似的 那么当通胀很低的时候 利率也会下降 就同样的 类似的 similarly 跟他有很多可以替换的一些词或短语 首先跟他类似的有个词叫likewise 也是副词作状语 类似的 也经常可以放在所在剧的剧手 比如说 Henry always thought his upbringing was too strict likewise his daughter now complains about her lack of freedom 这个女儿跟他爸爸经历类似 Henry总是认为他的抚养 养育太严格了 就是他的爸爸妈妈对他太严了 类似的 他的女儿现在也在抱怨 他现在缺乏自由 说明亨利对他女儿跟他爸妈对他一样 同样的 类似的 叫做likewise 还有个搭配就by the same token 跟他类似也可以替换 也是同样的 by the same token 我们也看例子 Margaret demanded total loyalty from her friends but by the same token she gave total loyalty in return 玛格丽特要求他的朋友对他完全的忠诚 但是同样的 他对他的朋友也给予完全的忠诚 是这么一个 同样的 类似的 similarly 几个词可以替换 好 轨道进入 那么同样 我们现在目前的非常落后的化石燃料 这个化学燃料作为动力的火箭 尽管能够足够好 把人送进轨道 咱们注意一下orbit orbit做的名词是轨道 做动词也可以当极无动词来用 它第一个词最常见是 to revolve in an orbit around something 就是绕什么什么的轨道运行 后面跟一个中心点的东西 我们有看例子 the earth takes a year to orbit the sun 这个最常见 地球花了一年时间绕着太阳再转 绕着太阳轨道再转吗 转一圈是一年 但是本文中是第二个意思 to sign up and make revolve in an orbit 就是把它送进了轨道 在轨道里旋转送入轨道 形成说orbit a satellite 就是把卫星送入轨道 百分钟就是把人送入轨道 并不是绕着人转 把人送入轨道 这个意思 那么怎么样 根本就不可能 这个chance表示可能性 那么have no chance就没这个可能性了 既可以做可数名字 也可以做不可数 就count or uncountable都可以 它表示possibility 可能性 搭配确实是跟后面off 什么什么都有可能性 chance of something或 chance of doing something都行 咱们看几个例子 she has a good chance of successful recovery 这个女的很可能能够成功的痊愈 就是恢复到健康状态 这可能性是蛮大的 is there any chance of getting tickets for tonight's performance 有没有可能搞到今天晚上演出的票 可能性 这后面chance跟of 这跟some thing 这跟of doing something都行 我们再复习一下 在三册的第四十二课 三册第四十二课 perhaps it is the desire for solitude or the chance of making an unexpected discovery that lures man down to the depths of the earth 三册四十二课 叫现代洞穴人 他说有可能正是对于独处的这种欲望 或者是做出不期而遇的发现的这种可能性 又使人们到了地球的深处 对独处 solitude不一定是孤独寂寞 就是一个人带着欲望 还有做出意料之外的发现的可能性 到地球深处没去过 北部都看见 奥特曼 对吧 这个我们才叫到地球深处去 什么一个 好 本文中还是可能性 那没可能怎么样 根本就没有可能 transport是运输了 运送了 把我们送到最近的其他的这个横性 大概有四光年这么远 更不用说数十到数百光年了 更没戏了 let alone复习吧 26颗讲过 let alone等于much less或者still less 表示这个都不行 那个更没有了 位于否定句后 表示两个都不 两个都不一定是否定意思 而且后面跟各种词性的词都行 前面是名词后面名词 前面是动词后面动词 前面是借词后面借词 前面是从句后面从句 这个表示都不 看例子 复习 the baby can talk let alone run 这是小孩 这个婴儿 连说话都不会更不用说跑步了 两个都不 动词 动词 对吧 再来说 he can run hundred years let alone a mile 他连一百码都跑不了 更不用说一英里了 两个都不 前面是 这个名词后面名词 一百码一英里 那么I don't suspect him of that let alone of robbery 我不会怀疑他偷钱 不会怀疑他抢劫了 不会 不会 否定句后 前面是借词of that 后面of robbery 借词 咱们再看一看much less的例子 Tony can barely boil an egg much less cook dinner Tony连煮鸡蛋都不会 更不用说做饭了 这个都不行 那个更没写了 否定句后 barely是办否定词 前面 不用an egg 我们cook dinner 你也动词对动词 再比如说 I've never seen the man much less spoken to him 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人 更不用说跟他说话了 这个都没有 那个更没写了 两个都不 前面是seen the man hope spoken to him 用相同词形 再比如说 steve less 跟他一样 完全一样 可以替换 no living person seem to notice him steve less to like him 没有任何的人 就活人了 这看似曾经注意过他 更不要说喜欢他 to notice him to like him 否定句后 两个都不行 放在肯定句后的是什么 大家可能立刻能回起来 not to mention 等于to say nothing of 放在否定句后 放在肯定句后 都是两个都有 这个有 and that也有 放在肯定句后 后面直接加名词端语 就行了 not to mention 有的时候加编语从句也行 总之一定加一个名词或名词性从句 这个才行 这个也有 那个也有 咱们先看 not to mention they own two houses not to mention a yacht 他们有两栋房子 更不要说还有个游艇了 俩都有 后面加名词 the dampness and pleasant not to mention the cold 潮湿令人不愉快 更不用说还有寒冷了 两个都有 后面是名词端语 再比如说 我们看看这是 我们的这个 第26课 155页第9到第11号 155页 科文第9到第11号 26课 when you think of the innumerable birds that one sees flying about not to mention the equally numerous small animals like field mice and voles which you do not see it is very rarely that one comes across the dead body except of course on the roads 当你想到那些 数不胜数的 我们能看到的 飞来飞去的那些鸟 更不用说 还有同样数不胜数的 那些小动物 像田鼠啊 燕鼠啊 我们看不见那些小动物 我们确实很少 在路上能够看到一个死尸 当然除非是在马路上 被撞死的 那么这个有 这个也有 后面跟那个名词等于 这是not to mention to say nothing of 也看两个例子 都是复习 26课讲过 it would be an enormous amount of work to say nothing of the cost 我这个将是非常大量的一个工作 更不用说 还要花很多钱了 to say nothing of 这个有 那个也有嘛 肯定就好 后面跟名词 再边说 we will need more time to say nothing of money 我们将需要钱 需要时间 根本就说还有 有钱了 两个都需要 后面跟名词 money就好 好 这是第四段 说是不要太乐观 我们现在有巨大的一个障碍 就是天文数字的距离 那么怎么跟外星去交流 但是别着急 在第五段里面 柳暗花名又一村 他讲到了一个跟外星交流的方式 好 第四段 咱们跟老师先看到这